就是在今天棒球相关的新闻当中 那么今天棒鞋来开了这么一个会来进行检讨 结果呢是由亚奥运的选讯小组召集人林华为主持 中华队的总教练叶志仙成为焦点 叶志仙一进会议的时候就先表明 那么现在应该先找出最适合台湾的组讯方式 要不然就请棒鞋要换掉总教练 那么对于这次的惨败相当的自责 表示愿意要负责 至于郭泰元跟林华为都对这次的经典赛坦诚失败 还说这话表示台湾再不改变组讯的方式 以后就不要想在国际大赛上面拿到名次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在这样一个减税的方法当中 如果选手的爸爸或妈妈自己当教练的话 能不能够减税 这个话血板的重量比这个还重 肚子比这个还重 所以加起来差不多10公斤左右 打开袋子拿出滑雪设备 在国内滑雪经历30年的教练 陈经营 每年出国比赛或是教学 就得扛着这重达10公斤的配备 超重费用全都得自己买单 陈教练说像这样出国比赛 什么费用都得自己想办法 没有企业赞助就得自力自强 不过现在政府计划就台湾体育延拧了 运动产业发展条例草案 企业或是个人股东投资运动产业 五年内可以投资敌减赢索税和纵索税百分之百 以及个人或是企业捐赠 出资赞助新建体育馆 运动赛事或是团体 都可以享有列举扣除 而且不受金额限制 不过最引人注意的是 有介于国内的环境 常常是家长兼教练的状况 体委会也提出个人对运动费用的支出 以及子女的费用 都可以作为个人众所税 列举扣除儿 我也相信政府会持续在做这个政策 那这个政策我希望是看到一个 真正去改变 国内运动环境体质的一个政策 而不是放烟火的政策 因为如果说我是企业组的话 很简单 狮子挑软的字 哪一个运动项目会直接在国际上曝光 那一定会先选择那一项 陈教练感叹棒球是国球 所以这一次才总算被重视 希望政府能帮助他们这些比较冷门的运动 还要长期发展 不是说说而已 专顺旅学号卢配于台北 采访报道